农历新年到综艺界大哥张飞 每一年都会大手笔的发红包给工作人员 被问到了对于陈光彪跟郭台铭 两位首富的行善方式 张飞说只要是行善都是好事情 两岸风土民情不一样 大家不要大惊小怪 过年前最后一次录春节成党节目 张飞看起来心情很不错 被问到两岸首次捐款 张飞想法很多 但是他的高调的作风呢 其实我觉得是文化不同的那种 相反的两极 那至于对我们郭董郭台铭新人 他的这个行善的这个行为 其实今年累月 我们台湾很多企业家 所以不只是只有红海 他们都是默默的行善 张飞直说都是做善事 只是风土平情不一样 没什么好比 倒是对于自己今年红包包多少 口风紧得很 今年没有加码 按照去年的 因为我都有做记录的 对不对 因为人很容易过一年很多事情会忘记 然后很怕就是厚此薄彼 就怕又被媒体拿来做文章 飞哥怎么问就是不说红包数字 怕一不小心又得罪了人 中间新闻战轮中 陈令文台北报道 二小学生